好 我們現在要來教的是胖胖蝴蝶結的做法 其實這個做法因為很簡單 然後剛好我也那天我做了一個袋子 它上面放了一個胖胖的蝴蝶結 大家覺得挺可愛的 所以我就今天晚上有一點點小小的空閒 跟大家分享一下怎麼做 它蠻簡單的 我們準備的材料就是布料 那這個就是剪剩的布料 我們就用剩的布做就好了 因為它小小一個 然後呢你需要的是一些棉花 這棉花像我們家賣的是空心巨子棉 品質很好 然後就是彈性也很好 那如果你家沒有那個棉花的話就 就去買 就去買 不要用那個拖子棉 不要買那個藥櫃的拖子棉 沒什麼彈性 碰不出來 然後如果你是要把它做成別針 你當然下面就要放別針 如果你想要做成法術 你就要準備這個鬆緊帶 那重點不是鬆緊帶 重點不是別針 重點是我們的胖胖蝴蝶結 好 做起來很可愛 那這個蝴蝶結呢 你看我布都還沒剪 就從頸部開始教 你看這樣有好嗎 不錯吧 好 我們呢 蝴蝶結要做多大 首先你自己決定 你想要做多大 你可以先找一塊布 你就這樣稍微捏一下 你要這麼大 做起來就差不多這麼大 它不會插到哪裡去 然後呢你就把它剪下來 那就是加上縫份 把它剪下來 那如果有人想要我提供尺寸的話 好 現在馬上量 因為我也沒有量 我就是覺得它看起來應該這麼大 我就給它做這麼大 然後這個寬度大概13.5 高度大概8.5公分 好 然後呢剪完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剪一個弧度 那如果 因為那個蝴蝶結圓圓的 我們就來剪一個這樣子的弧度 那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就直接把它對折過來 然後把它剪一個弧度 我跟你講我的專長就是剪圓形 我可以徒手剪一個圓 蠻厲害的 那你剪了弧度之後呢 像這樣對折 剪弧度兩邊才會對稱 接下來你再這樣子 把它再剪一個 把它對折過來 你兩邊才會平均 剪弧度是我的專長 然後呢你這個時候 你再來抓抓看 看你要的是不是這樣子的感覺 如果是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剪 那如果你不喜歡這麼胖 這麼圓 你也可以把它剪低一點 就比如說 你也可以剪成像這樣 這樣就剪八公分了 一樣兩邊要稍微對齊一下 那如果你一次要做好幾個 那你就畫個版型 每個你就可以做出一模一樣大 之後我們就要開始來剪了 開始來車 剪都剪完了 還要開始來剪 是要加幾百塊 那我就沒有再另外發現 那因為這個就是 很像一條小膠囊 欸欸欸 那是怎樣 哪有卡卡 然後呢 我們就現在要開始車 我們要在這裡留一個帆口 所以我們要這輛車一圈 來開始車它 車的時候呢 就是安安分分的 慢慢的車 有弧度的地方呢 你不要車出有角度來 這樣你的蝴蝶絕就會 零零角角的 沒有那麼可愛 我們就慢慢的車 那如果你怕 你沒有辦法一次 欸就是沒有辦法慢慢的車 你可以把你的那個針木 縮小一點點 那你就不能夠車太快 那沒有縫刃機的朋友 請你用手縫 你也可以這個手縫 手縫的距離沒有很長啊 剪完之後呢 欸不是 車完之後 我今天還有一疊的說剪完 我們就把縫份剪小 那如果你要更漂亮一點 當然就是剪牙口 把這個弧度的地方剪牙口 那我們剪牙口的時候 要注意的是什麼 不要剪到線 你不要剪到你剛剛車的線 那如果不小心剪到線呢 就那個 再車一次 那你也要小心 不要剪到你的手 那如果不小心剪到手 它會快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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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我們這樣呢剪完之後 把它車完剪完牙口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翻到正面來 像這樣翻到正面來 這個蠻簡單的啦 其實做起來效果很好 說真的 你要當裝飾當別針啊 還是當袋子的那個 裝飾還是當髮術 尤其小朋友齁 你做小一點 它當髮術 真的有夠可愛的 氣感 那個手工才有那麼可愛的 好 我們就像這樣子 把它這樣子 之後 我們要準備的一塊 你看我用腎部做齁 我覺得 你腎部都不會浪費 我們來剪一個那個長條形 的東西 那這個長條形要多長呢 我覺得說 你可以剪長一點 不要剪太短 如果你剪太短的話呢 有時候就會 欸 不好縫 你長一點 等一下我們還可以把它剪短 接下來我們拿出棉花齁 棉花 你不要一開始就先給它搓一個圓 我們棉花就讓它散散的 塞到它的左右兩邊去 你不要一整坨塞進去 它就變一個小抱枕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做蝴蝶姐 你不要亂塞 塞得薄薄的 跟它幾個小抱枕 那你蝴蝶姐就不好做 我們就把它塞到左右兩邊去 好 那棉花呢其實買了齁 放了也不會壞掉 有時候要用齁 就很方便 對不對 所以就是 像我家裡我都會準備一袋 然後如果要做什麼東西呢 有時候做小毛球啊 做什麼我就可以 就可以拿來用 好 我們塞的呢 兩邊有一點點飽滿 可是又不要太硬 那還是有點QQ的感覺有沒有 像麻糬這樣QQ 那中間呢 因為你分了左右兩邊 中間自然而然 它就會比較鬆一點點 那就讓它鬆 這時候呢 把它塞到你差不多想要的膨度之後 我們這個地方就要來做長針縫 好 長針縫慶慶慶慶慶慶慶 因為這等一下 等一下也看不太到 慶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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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時候沒看到的地方齁 不由自主的 就會想要拖懶一下 這人 人之常情齁 所以我們要盡量的 不要讓自己那麼的怠惰 盡量 雖然我嘴巴說慶慶慶慶慶慶慶 可是也是 挺得很漂亮的 你知道嗎 要不要塞到自己的手 要做一個蝴蝶 要把手磚繃帶 塞到手會塞塞 那也太可憐了 好 我們這樣把它長針縫 大約把它縫一下 那縫一下 只是讓你等一下呢 更好做 我們長針縫到最後 你要打結也可以 不打結的話齁 就在這個邊邊多穿兩下 它也不會脫線 這樣知道嗎 就沿著這個縫線齁 來回繞個兩圈 它就不會脫線了 像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剛剛不是中間有一個那個 兩邊棉花中間會比較扁嗎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中間縫起來 怎麼縫呢 請看這兒 就是這樣大針的平針縫過去 縫到棉花沒關係齁 縫到棉花沒關係齁 像這樣子把它縫起來 這呢等一下我們會比較方便 去做下一個動作 因為我們把中間縫起來之後呢 我們下一個動作就要開始對摺它 因為它蓬蓬的 不太好對摺 所以我中間要先縫起來比較好摺 好 你看到對摺之後 再這樣呈現一個那個 M字形 欸不是M M字形 像麥當勞這樣 五五五 一三 一個三骨 這也是骨線 好 像這樣子 然後呢 你趁它 你捏住的時候 你可以繞兩圈 直接 剛剛這條線齁 我們沒有剪斷 直接繞兩三圈齁 然後從後面再給它縫一下 縫固定 它就不會跑掉 這樣 其實齁 我對這種很細緻的這個 手工藝呢 比較沒有那麼在行 一切都是被一片 想要做的時候 你就會想辦法 想要完成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想辦法 好你看喔 它的形狀 差一點出來 我們就讓它中間有一個凹槽 所以我們要這樣子 對折之後再折 那我們剛剛不是剪了一個 這個中間 這個 蝴蝶結中間的繫帶嗎 我們就把它這樣 框在中間 那剛剛我不是說長度比較長 沒關係嗎 因為我們可以在這裡的時候 再把多餘的部分剪掉 我們三折之後 把它往中間折之後 多餘的地方剪掉 你不要剪得太貼喔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還要對折進去 有沒有看到 這裡是平的 這裡要 折進去 這樣 頭前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 那如果你有需要那個 法術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 先把這個 法術先縫進去 這樣你就可以當一個法術了 知不知道 那如果你不需要做法術 你是要做別針的話 你就先縫 縫完之後 你再來 幹嘛 再來把別針縫上去 因為如果你是要做別針的話 所以如果你是要做裝飾的話 就最後如果你是要做法術的話 我勸你現在就把它縫進去 這樣的話 你比較不會 那個拉的時候 把它拉斷掉 然後呢 我們就這樣子 從旁邊這裡把它縫起來 來 所以這胖胖蝴蝶結真的蠻簡單的 你看 然後你再把這個型整出來 然後呢 我們中間攜帶呢 如果你只是縫這樣 它會中間左右兩邊跑 就像這樣 它會跑來跑去 這條中間會 所以呢 你旁邊的那個 蝴蝶結的部分呢 你也挑一點點起來 把它固定住 固定住蝴蝶結的布 稍微固定住 這樣呢 它就不會 在中間跑來跑去 就會乖乖的在那裡 我聽不懂嗎 好了 這樣子我們的蝴蝶結就完成了 最後只要稍微整形一下就好了 好 既然有心 天的天比較漂亮的好了 天比較用的好了 最後呢 再打個結 你看 做這個沒有幾分鐘 可是呢 效果卻意外的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袋子呢 就可以做一點點裝飾 就不會那麼無聊 好 吃人也是要搶蝴蝶結 對不對 所以呢 本來就這麼可愛了 也不用搶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再把這個凹槽呢 把它弄深一點 然後把形狀整出來 這樣一個很可愛很可愛的 這個蝴蝶結呢 就是一個胖胖蝴蝶結 它就完成了 這樣有看嗎 有蝴蝶結嗎 這個蝴蝶結都在那裡喔 瞭亂視線 是不是好可愛啊 然後呢 我們如果要做別針 還是做什麼 我們就可以拿來做裝飾了 所以呢 胖胖蝴蝶結真的很可愛 我們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自己做一個喔 加油 掰掰 太為了 沒有 我們stream 再 lumpp 吃 看 臉 還有 他們 報道 在 影片 decide 我們 赳 看